你看說有 有 有 有了 有了 不用壓線了 場邊加油團情緒沸騰 因為相隔短短不到一個月時間 台灣男子華倫溜冰 三千公尺接力賽 在雅錦賽再度奪金 扛下重要壓線任務的依舊是他 黃金左腳 黃玉玲 自信表情臉上藏不住 以0.4秒差距再次擠下南韓 比上次亞運險勝0.01秒 又更加進步 這更是睽違了九年時間 才又把亞錦賽金牌爆回家 黃玉玲帶著節目團隊返回屏東住家 對鏡頭秀出他的第一次 這面就是那個很有歷史感 就是它是我人生第一面的那個 亞錦賽金牌 對 就是第一次感受到國際賽 然後拿到獎牌 然後有很多人替你 就是歡呼替你就是恭喜這樣 所以第一面是這一面是 就是感受到 就是拿到國際賽獎牌之後 就是後續就會更想要 就是再拿第二面第三面這樣子 就像是早就有預感 金牌紀錄再加一 家中放獎牌 獎盃的櫃子 早已經被擊爆 就連加上滿滿都是 黃玉玲看著過去戰績 回憶湧上心頭 第四面是黃玉玲 從中國的台北 2017的世代 因為那時候在台北辦 所以其實那時候也準備非常久 為了這一場 然後剛好在1000公尺拿到金牌 然後這一面就是 從亞錦賽完 然後才拿到這一面 就是2014年之後 直到2017才拿到 自己人生第二面的國際賽獎牌 而且這一面 就是很印象深刻是因為 在自己國家比 就是在台北 然後又可以在大家面前 然後爸媽第一次看國際賽 就是這一面 就怕直擊兒子發生碰撞意外 心臟受不了 總是等到賽後才問結果的媽媽 現場比賽就只來過這一次 不過很少現身可不代表他不支持 黃玉玲的選手生涯 以前的照片都是爸爸拍的 所以剛好看照片的時候 媽媽在旁邊就很近在幫我加油 所以我看到這張照片 一開始只有看到我自己 我自己在比賽 然後結果看到旁邊是媽媽在幫我加油 所以我覺得這一張還滿有意義的 就是原來媽媽以前 雖然可能想要我去讀書 可是當我去比賽的時候 她還是會去幫我加油這樣 家人背後默默支持 成了黃玉玲挑戰自我的最大動力 更讓她屢屢傳出佳績 但如果要挑一面做夢都會笑的金牌 絕對非她莫屬 只要看到這一面我就覺得 就是很不可思議 就是一直在網路上看到這一面的廣告 然後就是這一面的那個 的影像出來 你就會覺得說一直看一直看 結果她現在就已經在你家裡 然後我都會放在床頭 其實這個位置就是在放 放我這一面獎牌 就是我把它算供奉在那邊 對 就是因為很代表性 所以對她的地位就很大這樣 基本上亞運在我們華盧倫溜邊裡面 我認為就是她不亞於奧運 對就是我們會覺得說 這就是最高殿堂 然後可以在最高殿堂拿到金牌 我覺得就是有一種人生無憾